盗明寺 盗明寺人呢 洗澡 喂 他 你是不是傻呀 人家听清楚在进去的忙 喂 是你偷窥我 你装什么受害者 你给我去道歉 道什么歉 跟小悠的男朋友道歉 凭什么 那你凭什么打人家 那种人 我打他是替他的父母教育他 我已经算轻饶他了好吗 我怎么感觉 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他们不是才刚刚约完会而已吗 好短哦 你在说什么 才四天 喂 他们还没散伙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不想说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 我生气了 就把他打了 你满意了吧 我生气了 可以打你吗 那个小七是很讨厌 我也不喜欢他 但是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不管怎么样 打人就是不对的 你必须要为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道歉 严重后果 是他们分手了吗 真是太好了 你 你简直是个混蛋 再也不理你了 你无理取道 你就是不爱我了 犯了那么大错 都不解释 你听我解释吗 我不听 我不听 都是骗人的 不听算了 我走了 你再走我杀了你 你杀啊 你们到底在干嘛 体验生活啊 随便你们 正好我说明一下 我跟道明寺那个混蛋 已经分手了